我叫张无为 本是昆仑三圣之一的曾孙 但不知为何从爷爷那辈开始 就丧失灵力 至此登仙无望 正当张无为消灭寺庙里的怪物时 却不小心把降灾级的妖怪放了出来 使整座城的人们基本都伤亡惨重 而张无为被妖怪吞入腹中后 以自己的性命来封印了妖怪 之后张无为和妖怪便在同一个身体里 话说很久以前 妖王西王武率领重妖怪 让世界陷入了恐怖的黑暗之中 此时出现了三位术士 他们不顾生死何力将西王武击败 世界也慢慢恢复了秩序 然而来自黑暗的威胁仍然没有根除 时间来到百年后 有一个老头半信半疑 对一个年轻人说道 同时看向了一旁被符咒贴满都 千真万确 因为被我封印了 所以才看起来小了点 说话的正是真仙后裔张无为 村长大爷摸着下巴说道 封印后原来长这个样子 本跟俺想象中的差好多 听到着张无为连忙摆手 这都不过是你们这样老百姓的想法罢了 张无为见村长大爷还不信 双手拍到桌子上 不信 那我就把封印解开给你看 说着张无为就把手放到了有符咒的猪头上 村长大爷顿时紧张的大汗淋漓 俺就是开个玩笑 俺压根没怀疑你 于是便伸手把费用单递到村长的脸上 村长大爷脸上也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 张无为把手搭在了村长大爷的肩上 神情阴险的说着 你有多少就给多少就行了 张无为便把村长老爷所有家当全给选走了 村长老爷嘴上还骂着恶鬼 此时张无为等着乡间醒到着 嘴里还在嘲笑着村村 还没说完 张无为抬头发现了一只妖怪 空气跑步凝固了一般 眨眼间妖怪冲向了张无为 就见张无为不方不忙从怀中摸索了 赤色的粉末 瞬间向妖怪拿去 只听到妖怪大叫一声 跪在地上 双手捂着眼睛 嘴里说着无耻 居然用辣椒粉 便扬言说要弄死 却发现张无为早都跑了 张无为一边奔跑一边说着 我还以为是猴子呢 没想到是这么高级的妖怪 我叫张无为 本是昆仑三圣之一的曾孙 但不知为何从爷爷那辈开始 就丧失伶俐 至此登仙无望 但张无为依然想自己成仙后 如何振兴家门 但在这和平的时代 像张无为这种大师 也难以展拳脚 好在张无为情学异点 也能混口饭吃 当张无为来到一座西北小城里 这个小城叫中山城 张无为此时边走边抱怨 怎么没有活呢 眼神一瞟 便看到贴在墙上的招聘单 他那间喜极而泣 还没等张无为高兴完 就听到后方术士 在谈论王府的境况 听到有一个半吊的术士 忽悠着老年 结果腿被打断了 听到这张无为身上冷汗直流 开始慎重地分析 想通后 直接嚣张地撕下了招聘链 反观王府这边 已经有三位高手 当王老爷听到这三位的文号后 脸色瞬间阴沉地下来 但想了想 万一有本事 便以笑脸相迎 还告诫三人不要敷烟了事 当王老爷话还没有说完 天上竟然飘下了一堆花 众人抬头看去 却发现了一位年轻人 王老爷也压麻呆住 张无为看此情景见笑如神 也开始整起了自己的超超度 三位高手看到真正的高人 来了也激动不语 王老爷暗叹 终于来了个靠谱的人 张无为此时招揽了三名高手一起独妖 正看张无为威风凛凛 英姿撒爽 反看却想着如何混水摸鱼 但往往事事不如意 众人见有真正的高手 便让张无为一个人唱读酒戏 看到这寺庙里发出的阵阵妖气 张无为紧张到汗流加倍 三位高手还在催促着张无为 想一起到寺庙里看大师表演 忽然张无为用手挡住红衣老哥 解释道 你们还是在这吧 万一王老爷要是出什么差错就不好了 心想 你们要是去了 那不是暴露了 就这样 张无为便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当张无为来到寺庙后 还在想着有没有后门 转头就看到 矗立在中间的一座大火 当妖怪们看到有人类闯进来 便纷纷通向他所在的位置 反观张无为却待在了这里 无语地说道 虽然是连语言的没有最低级妖的 随后一脸卸笑 什么乾坤一闪 漫天赤语等等歪招 最后潇洒完事 此时副作用也显现出来了 张无为想了想 好像这样不能呼显我任务的肩难 于是双手奉你跟那个炸弹 边跑边丢 忽然前脚一通 掉到寺庙里的暗门 这时张无为抬头发现 这里妖体极重 前方还有一个类似于叶湖的东西 向前查看 各种猜疑 张无为眯起眼睛 向湖口中看去 里面传出了声音 吓得张无为直接把叶湖扔了出去 不再碎的那一刻 发出了血色的光芒 在天空中迸发出了一道赤血色的光 众人惊讶地感叹 怎么变天了 就这样降灾级妖怪如龙重返时间 我叫张无为 只因放出了湖中的降灾级妖怪 让城中的人们伤亡惨动 看到如此庞大的妖怪 张无为不但不和其他人一起除妖 反而还鼓励其他数字逃跑 当人们看到妖怪时 吓得四散而逃 反观竹龙看到 逃跑的人类 气不打一出来 便深吸一口气 向着人群军吹去 踏那间 所以的生物移民 连城墙都挡不住 吹出了裂缝 看到此情此景竹龙不由地自恋了起来 而我们的主角张无为 也刚刚从地窖里爬出来 看到降灾级妖怪竹龙 于是便想着灰溜溜地跑 就在这时 三位高手看到张无为 纷纷跑向他 想问的所以然 张无为见躲不过 就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三位高手见到张无为 便询问起里面的妖怪 是怎么回事 为了掩饰自己的丑事 随便编了个理由说了一大堆 同时说 都是自己的救急 让妖怪放出来了 但三位高手以乐观的语气 安慰张无为 扬言我们齐心协力 都能击败妖怪 听到他们的话 张无为一点无语的表情 便要想办法让他们先冷静下来 张口说到现在独妖 不是我们要办法 三位高手不解的说 难道有比独妖更重要的是 张无为一点零动说 三位高手旁目结识 大师 你是认真的吗 张无为指向他们 连我都无法短时间解剂的妖怪 你们有办法 所以 当下首要避免伤及无辜 我们分成两队 一队负责吸引妖怪 另一队则疏散人群 张无为双手向插 神气的说道 我们时刻要以人们为重 这才是英雄的责任 三位高手听到后 感动到痛哭流涕 张无为感慨地说道 千万不要硬扛 那怪物很强 而三位高手 也做出了誓死如归的准备 那么行动开始 镜头转到城中 众将士们看到如此妖怪 也不知所措 几乎是一口气 把所有精锐的将士们 全都无一人信仰 将士们看到巨大的妖怪 蒙升了逃跑的响嘴 忽然有一位将士大喊 说什么傻话 都给老子振作起来 正好队形朝妖怪脑袋射箭 看到这人们重新捕着精神 妖怪十分兴奋地出向你 随后将士向后面的队长说道 队长快走 话还没有说完 只见妖怪大手一挥 便把队长和他们周围的将士们 抓了过来 众将士们看到队长被抓 刹那间军心涣散 将士们四处逃杀 而妖怪随手将队长他们丢入口中 将士们看到也悲痛欲绝 不敢相信 看到队长他们被吃 其中一名将士已经失去希望了 跪在地上 随里嘟呢 我们没有希望了 而在他身边的战友们 还在催促着他赶紧逃命 妖怪看到后 冲信他们三人 就在一瞬间 只听到棒的一声 妖怪呲牙咧嘴 看向后方 想知道是谁很大的 看见废墟中站着两个人 还说着 不要放弃希望 快跑跑 竹龙看向下面跑中说着 哦 英雄登场了 看来每个时代都有英雄 原来是亡魂那三名高手的其中两位 身材魁梧的是 震魔似的士嘉耶 而旁边那位白发黄衣的 是五雷门的皇后 士嘉耶看到周围废墟死去的人 握紧了武器 脚向下发力 迸发了全部力量 向怪物发起进攻 大手一挥 在空中挥出了一个圆形的气流 而那圆形的气流 在空中变化成了一个猛虎 另一边五雷门的黄鹤 从口袋中 逃出五雷门的符咒 挥手向空中扔去 双手结印 在他的周围形成了百道符咒 双手朝天上一挥 数百张符咒 向妖怪飞去 竹龙看到猛虎和符咒 同时向他飞来 面色不改 大手向前一挥 两股力量 在天空中形成了巨大的爆炸 带到爆炸散尽 竹龙从灰尘中 神情自若地走得出来 而两位高手 看到没事一样的独龙 瞬间汗流加倍 随后竹龙打了一个响嘴 只见他们二人之间 形成了一个领域 世家耶感觉到身体变慢了 黄鹤解释道 不是我们变慢了 而是立场时间变慢了 竹龙也开始说起自己的技能 老夫的能力 就是操碰时间 只要是在结界里 时间都有我们 两人听到后 边跑边说 难怪我们的攻击动不动 先跑出去再想办法 竹龙快速地 向两人所在的位置抓去 黄鹤因身材敏捷躲过去了 但世家耶却被妖怪抓在手中 黄鹤痛苦流泪大喊 小飞在空中的竹龙 还在笑呵呵说道 抓到一个龙 听见啪击一声 还在竹龙手中的世家耶 被捏成血肉 而竹龙这时 还在嘲讽黄鹤 黄鹤也因惊吓 更大的双影 我叫张无为 只因我是真仙后裔 竹龙便开始在城中 开始疯狂地寻找我 而张无为从中也明白 爷爷所说的道 英雄的诞生 是靠鲜血和白骨搭建而成 当竹龙杀了世家耶后 镜头转到张无为那惊讶的表情 看到周围的人伤的伤 残的残 一个时辰都不到 伤了这么多人 张无为努力地 将人们送出城去 并痛恨自己 为什么要碰那个胡 这是没有流明的高手 对张无为说 我的草人说 西门有人提罗救 你方便去看看吗 听到有人提罗救 张无为撒丫子跑了出去 有人在喊救命 发现了压在石头下的小女孩 张无为走向小女孩 并把他救了出来 接着问了小女孩父母的情况 当小女孩跑回家的时候 房子已经倒塌了 张无为断定他父母还在房里 告诫小女孩 在这里等着他 我进去找找你的父母 在房子里不断地唬喊着 也没有人 但眼前出现的情况 震惊了张无为 只见小女孩的父母 全都倒在废墟里 手里还捏着一家人的画像 当小女孩看到张无为后 还在问自己的爹娘怎么样了 张无为强忍着泪水说 他们似乎不在家 可能他们也在不断地找你吧 接着抱起小女孩 向城门的地方走去 途中小女孩 还在不断地感谢着张无为 但张无为却说 抱歉 我给你的平安符 没有什么用 小女孩反驳说 这说不定就是他召唤大哥哥 来救我吗 大哥哥是我的救命恩人 张无为停住了脚步 泪流满面 向后看着小女孩说 原来我也配成为 你的救命恩人 来到了队伍中 无名高手说 刚才的求救生 就是这个小女孩 来把她交给我吧 张无为问他 还有多少人 无名高手说 还有最后一屏 看到这些张无为 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老白毛 你刚刚说什么 竹龙兄狠狠地盯着皇 而黄鹤此时 已经奄奄一息说道 我说 真先后裔也在这座城堂 等他送完百姓出城后 他一定会击败你 听后竹龙此时咬牙切齿 一道激光将黄鹤杀死 接着竹龙开始回忆起往事 想起了自己如何被封印 和自己后背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想到这竹龙双手张开是否结界 将整座手包裹在内 随后在城中疯狂地寻找真心后力 渐渐地竹龙发现 居然没有相对应的灵力 于是生气地说道 不管你待会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你不是想守护这些虫子吗 那就出现在老夫面前 不然 你就和那些虫子一起毁灭吧 张无为听到这握紧双手 看着城中的结界 思绪引回到了小时候 就这样 以太爷几百妖王后 化身分 张无为一点心 问道 那我能不能成为英雄 当然是不行 从你爷爷那边开始 就丧失凌厉了 强行洗法会有性命威胁 哼 不让我学 那我就自己偷偷摸摸地学 此时张无为鼻子流出了鲜血 无为 为什么要当英雄 是因为帅目 为了纯镇家门 不对为了苍生大义 好一个苍生大义 英雄的诞生 是靠着他人的鲜血 和白骨搭建而成 那我一手造成这悲剧是什么 我跟妖怪有什么区别 住手吧 妖怪 竹龙看到出现在眼前的人 此人便是三位高手的最后一人 无名人 你好像知道我要来啊 竹龙视如必急说着 整个城中都被我的领域所包裹 不过看样子 真先后练也不怎么样 无名人说道 抱歉 让你失望了 在下可没有这么伟大的身份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向百姓们找个工 无名人手掌向前一伸 发动了自己的秘迹 血骨化形 瞬间形成了许多的无名人 竹龙双手插腰不懈地看着他 伸手放出结界 紧接着一拳封向 无名人所在的 他是旧时候的降灾 及妖怪竹龙 一拳就可以砸出惊天之势 无为看着手中的锦囊 真是愚蠢的男人啊 都知道会死了 为什么还要去 为什么要代替我们 明明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为什么又开始犹豫了 大师 让再下去吧 无名人信誓旦旦地说着 让在下替各位争取时间吧 在这一刻居然感到安心 无为坚定不宜说道 你又何必 做出无为的习生 我会就出阁上和老道上 无名人从怀中摸索 将锦囊放在无为的手中 这个麻烦你了 大师 帮我把这个给使贵国旁 村庄的女士老人 接着无名人摸着头 我笑着说 说来惭愧在下 混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昏出什么名字 所以没脸面对父母 我想以后都没有机会 所以想请你把这些钱交给你 无为向着转身就走的 无名人问道 怎么最值得呢 无名人笑着回头 这些百姓平安离开就值得 无为内心感到深深的内疚 针仙之后真是可悲啊 在城中只听见跑了一声 竹龙卯怒的看着树士 为什么我杀了这么多 都能死而复生 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树士 还是宝菌 太好了 好在他没有发点 如果你以为我的能力 只有分身术 那就大错特错了 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周围设置了树根图腾 这种图腾 是由凤凰女毛 和自身精血炼剧而起 一旦发动 可以使施术者不死不命 这时竹龙开始不耐烦地 想发动自己领域的力量 忽然通通一声 竹龙感觉自己左手 传来了一股刺 左手也开始不停 使唤的颤抖起来 无名人笑道 看来虫子要多了 还是会痛苦 我的每具分身中 都有我下的血骨 而这些血骨 能成为腐蚀神经的血骨 见到一手的血骨 一切相当的亮 竹龙看了看自己的左手 瞬间抱抱起来 便发动了自己的领域能力 强大的威压 使在场许多无云人 沿沿后脆 刹那间 在竹龙周围的一切建筑 飞于为独自 反观无名人这边 已经变成了老年状态 竹龙双手画手 向无名人抓住 就在一瞬间 竹龙和竹龙含着的一路 只见天空中 飞出了许多符动 纷纷贴向竹龙的身上 哼的一声 竹龙被炸伤了 妖怪 如你所愿迷到来了 此时张无为手里捏着符动 帅气地走出来 而在他肩上的黄色道道 还在抱怨他 浪费了他扶护揍 竹龙还在咬牙 切实地看着他们 嘴里嘟闹着 身先后一踪入 当无为看着 无名人后军那边 你怎么看起来老这么 无名人解释道 都是这妖怪的能力 他能控制历程时间的快门 我们等一下要非常小心才行 了解 那你们快离开吧 他的目标似乎是我 黄鹤两人看着张无为 感觉想逃跑的人就是他 竹龙感觉面前的人 完全没有灵力 心里猜想 这家伙是在刻意 隐藏自己的实力 先试探他的战斗风格吧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 无为嘴中说着 离中虚 砍东南 竹龙听到后 眉头一紧 随后钱为地 昆为天 黄鹤这两人 看到这个架势 竟是传说的封印术 八卦幻轮 看到这竹龙 不仅后悔自己消耗这么多的能量 无为发动秘书 竹龙被吓得大惊是海 只见无为手中只有两团微光 场面极度尴尬 竹龙恼羞成怒 一尾巴 偷向张无为 究竟是什么力量 居然可以将城中的人们瞬间灭亡 并且将整个城镇全部移为屏蔽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张无为又该如何应对 会有这场灾难是因为 因为我 话还没有说完 黄河道长和无名人笑着说 大师你不要太过自责 妖怪这么强大 可能第一时间制服您 张无为也是顺着他们给的台阶下 心情郁闷的张无为 开始在外面无脑地逛了天 发现下面搭了很多的帐篷 搂进才发现 大多数都是些无家可归的人 不远处传来逃杂声 这些粮食不够啊 能不能多分发钱 没办法 赈灾的粮食就这么多 还有这些你们就该偷着笑了 怎么这样啊 连孩子们的都不够啊 反观官员则是挂起一副 漠不关心的样子 群众们便开始起 让张无为本着郁闷的心情 增添了阴霾 这时听到了孩童的声音 点神一点 发现是自己所做的孩子 于是他们一起坐到山顶上 我很抱歉 那个时候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 小女孩制止她的道天 得知真相后 你心里一定不好受 的确很难受 可是我们回来也多亏了大哥 你是我们的大恩人 是这座城市的大英雄 听后张无为内心十分痛 不是的 如果不是我想要选场的报道 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事 你的家人和那些无辜的市民 都不会死 还不是什么大英雄 我只是一个为了盯钱 名声 连真相都不敢说的胆小鬼 小女孩起身 坐在张无为的前面 不是的呀 大哥哥很难 虽然我不知道 大哥哥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只要用心去改变 一切都会变好 张无为笑着抹着眼 笨蛋 过去发生的哪有这么 妈妈还说过去 过去发生的事 是无法肯定 所以我们不能活在这儿去 张无为起身安抬 不忽的小女孩 像是下定了猴子 众人惊讶地看向 发着金色光芒的宝箱 这 这些真的是给我们的吗 请务必收下 就算不考虑自己 也要考虑孩子们 此时小女孩来到张无为面前 你要走了吗 张无为笑了笑 没有了 只是身子出了点问题 等我去大城市治好了 我就马上回来 并安慰小女孩 要好好坚强着活下去 随后张无为便向众人告辞 众人看着张无为的背影 我真是一代宗师 是金钱如粪 何等伟大的境界 前脚刚走的张无为就开始后悔 突然小女孩叫着张无为 我会坚强地活下去 等你好了再回来折指头给我 张无为回头一看 答应你 过了一个时辰 天空中黑压压的一天 但丝毫不影响百姓们的心情 天上一个形状怪异的乌鸦往下看 就是这么 途久应消失的地方 紧接着在冰箱向下看 不断地幻化成人性 棒的一声 众人看到天上掉下来的灯 也难免会有些猜测 只见刚刚还在天上的乌鸦 转眼间变化成了一个人类 一个额头有着金色眼睛的男 此人正是三足鸟水晶 水晶听了群众们的指示 四花抗争 没错 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少年 用什么风印术 滑得一声妖怪便随着光消失了 好像叫张什么的 那这位少年人在何方 众人表示不知道张大师去了什么地方 是吗 人来如此 那么 少年 让我看懂你所做的这些事 能否改变他们的命运 于是水晶释放自己的灵运 观察人们的一举一动 为了言谈与止 几乎将整个城镇包裹起 而在远处的张无为 还不知道城镇中发生了什么 不断抱怨自己的佛手 又开始抖起来 于是 你拼了命拯救的人 你可想过他们的未来 在灾难下的人们继续活着 也只是徒增碰苦罢 一场噩梦结束 不过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这场噩梦固定不会停 毫无悬念的质疑 还有何希望可言 你们的苦难就由我来斩断吧 说完水晶右眼流下血泪 摇身一变 在身后形成两个巨大的翅膀 接着一飞冲天 如同天神一般 两个手臂也幻化出了很多的乌鸦 水晶的面容也变得十分恐怖 众人看到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 也有点不知所谓 其中一个年轻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乌鸦穿过身体后 伴随着一阵扭曲 众人乃见过这种阵兆 纷纷开始逃窜 相反水晶如同上帝般注视着人 此外水晶的手向上台 大片的乌鸦连建筑 连同建筑一起飞向太阳 正在干犯的张无微抬头发现了问题 太阳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变成黑色 差不多该收稳 便你们不再受那 水晶的手稍微用力 凝聚在太阳上 黑色便开始支离破碎 当手掌完全握住时 棒的一声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这时张无微也就 这么疼到的阵 脸上也露出来不可知性的神 张无微他本是先人之后 不知为何从他爷爷内 被开始变丧失灵力 在与竹龙拼斗时 也因自己虚张声势 使得在场的各位一度尴尬 当两位高手看到张无微 被妖怪打飞了出去 便想着出去帮忙 竹龙看到这两个老家伙还打来 生气地向他们扑了过去 就在他们危在旦夕时 竹龙的周围发出金色的法阵 肥肚虫 你说谁是假怪 张无微双手发力 在妖怪后面浮现出了八卦印 一股强大的吸力要把竹龙拉进去 而张无微此时也快要撑不住 最后导致自己口吐鲜血 紧接着双膝跪地 全身不断地颤抖 竹龙笑着将趴在地上的张无微 给领起来 没想到这一世的救世主 居然是一个无灵力的渣渣 不过这可真罕见了 四百年来也没遇见一个 没灵力还能使用法术的怪人 竹龙为了已决后患 便将无微堵堆入口中 随着张无微不断地下场 偷通一声 掉入了竹龙的胃烟 无微在脑海中也明白了 太爷们毕生在追求的时代 一个没有弱者需要被拯救 没有做出回胜 不需要英雄的时代 只是张无微不知道的是 他的身体在不断地发出光芒 而竹龙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想要尽快地把他捅出 棒的一声 两位高手拖着伤红雷雷的身体 手里拿着符咒向着竹龙针去 从而为张无微拖延时间 此时竹龙的肚子上的光芒 也越来越强烈 终于无微现出了自己的身影 功夫不顾有心人 成功地将竹龙封印了起来 天上也露出了胜利的光辉 而此时还在昏迷的 张无微听到有名正在喊他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室外桃园 眼前浮现出了爷爷的身影 怎么回事 竹龙的气息怎么消失了 看来有必要亲自过去一趟抬起 一只乌鸦飞向天空 轰隆一声 晴朗的天空中劈出了闪电 而下面却已是湿横电影 张无微猛地惊醒 坐了起来 看了看周围 发现这里应该是一本 随手便捏了捏自己的脸 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心情大好的张无微 直接跳下了床 准备先给自己洗个澡 当他路过镜子时 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头发 居然全白了 连瞳孔颜色都变了 怎么好像又变帅了 于是便在镜子面前 开始凑满了起来 当张无微脱下衣子 想深入了解下 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 我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竹龙的面容 居然印在了他的手臂上 张无微瞬间感觉 整个世界观崩塌 而外面的人 听到了张无微的叫声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也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众人看到张大师平安无事后 各个开始续寒问 当看到这么多人时 张无微也有点不知所措 我好得很 只是不小心滑倒而已 那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 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等张无微醒来后 便开始带着张无微检查身体 跟在他后面的男兵一脸恭敬 大师这边起 我们老爷一直在等你醒来 张无微表示了解 随后问起后面的老人 大夫你真的没检查出 我身体有什么异端吗 大夫用他的声誉发誓 完全没有 除了一叶白头和几颗蛀牙 以及轻微肾虚外一切正常 而张无微得白起一副 不相信的表情 张无微看着 已经恢复好不久 不敢想象自己昏迷了多少时间 看向人群时 发现他们身上 被如同王宿的火焰粉缠绕 张无微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 只是张无微不知道的是 他已经可以感应 人们身上的能力 张无微告诉自己要清醒 再次看向人群后 一切都恢复如初 那个不好意思 你就是拯救城市的那位道长吗 张无微向后看起 啊 拯救 我算吗 女孩轻轻一笑大事 你谦虚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烧饼 如果你不懸弃的话 请你收下吧 张无微不好意思地笑一下 那我就拿几个 众人一看不得了 一窝蜂的都想仰慕一下大英雄 老爷 人给你带倒 王老爷连忙握住 张无微的手上下把动 并招待张无微到自己的茶楼上 在茶楼上 还有养伤的黄鹤道长 不如名人 王老爷吩咐下人 把东西拿回来 下人把一个小宝箱 放到了桌子上 张无微看到 这么小的宝箱脸上 也显得猶蟹 打开宝箱后 里面发出刺眼的金色光芒 这怎么好意思 大道之人 这在济世为团吗 众人嚷嚷着请务必收下 说到这张无微拿起黄金 板面春光 哎呦 这些钱 应该给那些贫困的人 怎么能给贫到呢 哎 要是小黑在就好了 别难受了 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是啊 牺牲的人 再也回不来了 张无微满脸亏欠地看向他们 会有这场灾难是有原因的 来了来了 这绝对是这部漫画最精彩的一集 赤鸟与竹龙的第一次较量 究竟谁能成为胜利的一方 原来就在刚刚 张无微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中也有些迷茫 突刺见面 竹龙 看着面前的人 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是怎么知道竹龙的 而且他明明也是人类 为什么有种诡异的压迫感 不用紧张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听了他说的话 张无微猜测该不会是和那条剧城的同伴吧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先搞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吧 便开口询问起面前的人 都给杀了 张无微瞬间透露出愤怒 惊讶的表情 正确的是都获得了救赎 你所救的人 他们在未来也还在不断地高受痛 倒不如让众人重苦就止于死 张无微黑着脸看向他 我就想知道 人是你杀的事吧 何故狂语 话还没有说完 张无微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攻向水晶 但这种速度对于水晶来说还是不够看的 随即放出灵压 在张无微周围的引力瞬间加重 而张无微为中心的地面压出了裂缝 别着急啊 小鬼 究竟你是威胁或者是伙伴吗 就让我瞧瞧吧 说完水晶额头上的金色眼睛 便发出刺眼的光芒 紧接着水晶眉头一皱 就在水晶空荡的时候 张无微用着自己的衣灵慢慢站了起来 别勉强自己 这样会死 说完张无微再次向水晶发起进攻 水晶看到他如此的冥顽不顾 于是摆起进攻招式 灵力全部融入手中 随后一道毁天灭地的利力 从张无微的身上穿出 同时在其身后也形成了一条深坑 而张无微此刻已经一时昏迷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张无微突然睁开了双眼 醒了吗 不愧是降灾疾 恢复力就是惊人 你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周围的灵力了 张无微皱着眉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可能你不知道我与你同样是扮腰 哈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人类 现在你还能以人类自居吗 倘若你不是与竹笼二身一体的扮腰之躯 刚才我那一把 你早就死了 这就是你暂时不杀我的原因 你姑且只猜对了一般 毕竟竹笼可是被隐藏很好的珍贵素 张 是你本性吧 那又如何 水晶用言语开始来刺激张无微 张无微听后十分愤怒 但又将情绪给压下去 很好很好 看来没有被我击到 如果我没有猜错 那应该是天青真人的后裔吧 张无微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天下能封印降灾及妖怪的封印数不超过三种 六一脉相传的秘数 只是没有想到天青的后代居然是个没有灵力的汉 一个被命运眷顾的小骨 不过你的好运就到此为止 张无微不懈地看着他 别他妈废话 想杀就杀吧 话说完 只见水晶运用灵力作用在自己的手上 随即向着张无微的头上拍去 在他们的周围发出来强大的灵压 实际上水晶离张无微的头还有个解音 于是轻拍了下他的头 罢了罢了 你想死又何必我动手 你很快就要死